吃进去有一种三年前的感觉又回来了 有一种 尝到了一种自由的感觉 我住的呢 这个是一个四人街 大家看一下 刚才已经看过大概了 大家看一下这家轻女 我个人感觉是非常的喜欢 非常干净整洁 而且装修的也不错 有一些晒衣服的地方 这边有一些洗衣机 其实外面就有 就是大的洗衣那种店 这里有一些旅行的线路 如果你要去玩的话 就可以在这边预订 零食 饮料 他们这非常贴心 还有准备一些口罩什么的 大家看到吗 他们这边booking的评分是9.1 旋转楼梯 二楼了不起了 二楼 你们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厨房 共用的 微波炉 烤箱 这应该是早餐 早餐的时候烤面包 然后准备了一些水给我们 还有免费的一些咖啡 在东南亚的清旅 几乎每家吧 我去过的 就算是再便宜的 都会给你提供免费的咖啡 然后有一些贵点的清旅 我住过在曼谷有一家 就是他们自己用咖啡机打出来 这是公用的冰箱 这里就可以大家一起打游戏啊 看电视啊 就在这里 然后还有一些书籍 但这些书籍对我们来讲没什么意义 因为英文的看起来确实很费劲 逛了一圈刚才跟房间里面的 一起住的一个外国女孩聊天 她们就是 我觉得出来旅行的外国人啊 都非常的热情 她这边有个旅行线路 这个就是 这个行程呢 是一千泰州 也就是两百人民币 那另外一个行程 我比较感兴趣 一个是残井竹春 然后猴子洞 还有一个什么梅塞那边有个什么东西 然后还有金三角区 还有青盛 然后这个这个呢 是也是一千泰州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过去 可能一百泰州都不到 这个一趟啊 就要两百块人民币 可能我去交通费往返 一百块都不到吧 损下了钱 可以用来吃吃喝喝 这边是青盛的一个地图 它把它一个重点的地方都标出来了 这样方便我们去 我们这个旅设在这里 相当来讲比较是中心啊 所以是可以沿着这条 可以往前面走 刚刚一个救护车开过去 然后接上所有的车全部都停下来了 然后开在它前面的车子呢 还故意避浪 哎呦 就这点非常的好啊 在泰国到处都是洗衣店 你们看对面就是一家 所以可以这么理解 他们都不买洗衣机的吗 可以省洗衣机了 这是一家撸猫的店 好多人在这里撸猫 离群里不远 我改天也过来撸一屋 我再换一些那个胎猪 他们这呢也是不收旧的美元 但是收了一张 其中一张 但是旧的都旧的都不收 又换了100美元啊 这个这个汇率还好一点 3100多 他们这个换钱的地方啊 也还是不收旧的美元的 所以大家要换美元出来 真的一定要小心 不然你换了用不了 亲来的这个小菠萝 是又便宜又好吃 现在来到夜市了 烤芝麻饭 然后卷起来 这样子 人不是很多的样子 就是没有那种 清漫夜市那种 特别喧嚣的感觉 还不错 义务真强大 小碗全世界 哎呀我信心念念的芒果糯米饭呢 芒果 sdicky rice 必须要来一个啊 哎呀多少年没有吃了 哎呀我口水哗哗的 不知道哪里可以坐着吃啊 这个芒果看起来很不错 哇是我喜欢的 就既不是很熟又不是特别清 其实这个夜市的位置啊就在这个车站旁边 我刚才就是来回走了 就把行李放到旅社里面 然后就出来了 拿了一点小钱包 这个包非常好用 赚一些零钱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我们出国嘛 要用现金 100块 ok 然后呢 这个一个呢 它是10泰铢 好一点这个呢 是20泰铢 也就2块 哇好香啊 这泰国的夜市呢比较好了 就是都会有游客坐着吃的地方 那你买完东西就可以在这边坐着吃 传统的泰国的一些食物 看一下这一家 哇 我估计是烧烤或者海鲜火锅 它这个是套餐的 选一个锅 然后这边有一个套餐的价格 两百三百的 哇 冬英宫奶油汤面 哇 好想吃啊 冬英宫方便面 好想吃啊 这个很有意思啊 它把鸡蛋搞得这么小 那好小小的鸡蛋 泰国的大虾 这里还有 哦 嗯 太适了 这是虫子 我是不敢吃了 这里卖一些酒 哦 好多外国人在排队买 汉活小炉 100 100就是了 哦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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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辣是猪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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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螃蟹 大螃蟹 鱿鱼 这个是肺类 螃蟹这一盘它是200台鲁 这是鹅的 这是海的 嗯 这是我们新来的 哦 明白 你们中国有吗 中国有吗 这个很贵 在中国 贵啊 这个贵 这里350 哦 你台湾人要吗 不是 中国人 中国人吗 国粒作修 3至150 150 30 好了 所以便宜一点 我再看看 没有关系 再看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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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会中国人 好好好 老板很有意思 对我是台湾人 我们做 台湾人做实际 不要怎么带 你来这边多少年了 20年了 20年了 对 看一下朋友们 哎呀 哎呀 太多东西吃了 Hello Hello Sawarika 这个是生烟 嗯 好想吃到太宝的生烟 对 啊 How much 1月20 哦 一样的 就是二十几块钱 烤排骨也好好吃的样子哦 然后烤排骨呢 是150粗 其实呢 我是很想吃一个 帕太的 因为很久没吃了 还是这边 泰国特色的炒面 对炒米粉 吃完 前面看着烤猪肉好吃 我买个烤猪肉 烤排骨还是烤猪肉呢 刚才泰国炒面买了80株 然后呢 这个烤肉买了有150株 总共就是230株 中国农米饭 为啥国内就做不出这个味道 好吃 我要是回去开个夜市啊 我肯定 可以卖这个 吃进去 吃进去有一种三年前的感觉又回来了 有一种 有一种 嗔到了一种自由的感觉 这三年被困怕了 然后呢 会一直想念着 一直想吃国外的一些食物 我的帕太好咯 球衣 我感觉他们炒的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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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拿出我行走江湖的筷子 果真很甜 有点甜 还有几点柠檬汁 满满的泰国的味道 而且泰国这边啊 我觉得吃东西还是泰国这边好吃 而且泰国这边啊 他用的餐具是纸的 像这个都是纸的 比较黄宝 然后在老窝里边用的是 那个就是泡沫 我们很早以前用的那种 以前家已经不用的那种泡沫 快餐盒 好吃 好吃 好香 现在吃完了朋友们 吃了我好饱啊 哎呀亲来真是 泰国真的太舒服了 这边有一个酒吧 我这个是六十哦 就十几块钱 这个歌手唱得真不错 来到了他们的这个应该是一个超市 里面来看一看 他这边啊 有卖小包这种洗衣粉 十八泰铸 也就是四块钱 但是这边还有更便宜的 这个五泰铸 就一块钱 泰国这边的饮料柜台 是我非常喜欢的 像这种哦 维他命的饮料 十六泰铸 一瓶大水 大这么大瓶的 这个是一点五升 然后是三块钱 不到三块钱 买个这个吧 听说很好喝 对很多人喝 泰国就是很多这种小包装的东西 特别方便游客 所以你来泰国不需要带太多的那个 你的护肤品啊化妆品 这边都有 而且全是小包装 护肤员全都只居泰语 女生是沙娃迪哈 男生是沙娃迪喀 你们能听到这种区别吗 一个是哈一个是喀 好了我现在回去了 准备回去洗衣服写作业 这我就不拍了 把日期名字还有房间号 这写错了 已经是到三年了 嘿嘿 然后就是马拉放进冰箱 我把衣服放在这个大袋子里面 然后来这边洗衣服了 先要换点零钱 现在13公斤是40块钱 就是8块钱 17公斤是50太宗 外面的摩托车架的可真凶啊 然后到这里洗衣服了 挑一个机器 把我的衣服都丢进去 有这么点衣服 有点浪费 好了我刚才按了start了 应该已经开始洗了 然后我去剪视频去了 我特意把电脑带来了 刚才把衣服烘干了一下 真的很干 因为完全干了 风干衣服40太宗 8块钱 哇 这样就够晒了